谈什么事 别想骗我 我是不会离开水缸的 我听刘师傅说过你们蛇精缠人的方法 今天有我夏天在这里 你休想带走他 嗯 又没声音了 假的 假的 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不怕不怕 这个巨大的舌头 铁钉是舌精弄出来的手 故意迷惑 他要是真那么牛逼 隔着水缸都能钻进来 那还用得着这么想 直接咬死我得了呗 嗯 对 都是假的 现在怎么办 转移注意力 对 转移注意力 哦 交大分 有的人交大分很累 有的人交大分不累 那是因为交大分的最高境界 是要要码合一 姿势很重要 尼玛 还没走 继续交大分 卧槽 怎么会有这么多小事 尼玛 这个该死的舌精 它是想有心思 卧槽 不看 我不看就行了 尼玛 该死的舌精 操 明知道这是幻境 但这也太真实了 操 这 这是哪 奇怪 我不是在大水缸里 哼 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位先生 你正样看看四周 他们都是谁 夏叔叔 小夏 你们 你们怎么在这 夏天 夏天 快救我 我要死了 我喘不上来气饶了 夏天 快救我 夏天 你快来救我呀 他还在咬我 一口一口的撕我的肉啊 你看 他张着大嘴 立马要咬掉俺耳朵了 不要啊 夏天 我真没想到 你的心惊人这么狠 都怪我老汉瞎眼 救了你这么个狗东西 你居然见死不救 你这条臭蛇 草泥马 你个独自玩意儿 等老子出去 非得寻到你老巢 弄死你弄绝你子子孙孙 老子要让你变成一条 跑腿子光棍蛇 夏叔叔 小夏 虽然我知道这是假的 但我早就把你们 当成了我的亲人 这该死的蛇精 竟然整出这样的虚幻场墙 真是欺人太甚 好好 年轻人 咱们走着瞧 尼玛 这也太真实了吧 该死的蛇精 不知道怎么没 起来 感觉怎么样 刘师傅 好家伙 这玩意可太折磨人了 哎 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了 感谢两位师傅 大恩不言谢 这是说好的三千块钱 来 请您务必收下 尼玛 那 那我们就不好意思了 大叔慈悲 大叔 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 那条红罐蛇再也不会过来了 我们就回去了 这就回去了吗 不留下来吃个饭再走吗 不用麻烦了 回去还有事呢 走了大叔 有事再联系 喂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夏天 夏天的夏 夏天的天 再见 夏天 夏天小兄弟 没看出来 你还有两把刷子 刘师傅太夸我了 我这点微末倒横 跟你们一比 啥都不是 对了 刘师傅 你们有没有什么可以修行道场的书啊 我也想看看 看啥书啊 我们都能教你啊 不过如果你真想研究研究的话 可以问问老江 对了夏天兄弟 我昨晚问了媳妇 问她知不知道夏家村 她说夏家村距离这里不远 明天有时间 咱们可以过去看看 我听老江说 你是天生的阴阳眼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好像天生 就对这些东西很敏感 主要是我失忆了 只记得我从夏家村来的 其他的事情都想不起来 刘师傅 怎么停车了 没到公司啊 啊 没事 我尿急 下来撒抛尿 嗯 夏天兄弟 你没尿吗 昨晚在大水缸下面 憋了一晚上 不撒尿 没尿啊 在大水缸下面 留了一晚上汗 现在回公司 我还得找个地方洗澡 昨天将老大说 咱们员工宿舍 我还没去 刘师傅 一会你带我去 那当然没问题 你看 这就是员工宿舍 虽然有两张床 咱们都是单人宿舍 所以 你随便睡 从这里去公司也很近 基本上都没啥事 有事咱们都电话联系 我下午给你买个手机送过来 我得先去睡一觉了 好 那就多谢刘师傅 你去休息吧 我在宿舍看看 哎呀 忘了跟你说 下午咱们去公司报道 把自己经历的事情记录下来 然后上传到电脑上就行 我下午来找你 另外 小龙还有老六说 今天晚上咱们几个同事 一起去睡 一是为了庆祝你的到来 二也能多熟悉熟悉 就这么定了 我去睡觉了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小夏 还有夏叔叔 你们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我不认识这些人 却又感觉无比熟悉 谁啊 夏天 听说晒晒太阳 能有助于记忆恢复 你赶紧好起来吧 今天要不是我看到了 我爹他们肯定都要把你拉走了 哎 夏天 你快醒醒啊 有人在家吗 快递来了 你好啊 师傅 是什么快递啊 你好 是小夏吧 你买的猪死料到了 哦 对 是我买的 辛苦师傅了 没事 记得五星好评哦 我看你家也没养住啊 买什么猪死料啊 不回答就不回答 直接关门 神经病 一点礼貌也不懂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啊 我看你